尽管已经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修改党章 允许党对付便捷国州议员 但土团党至今却依然是暗兵不动 五级干当国会议员拿督赛义阿布胡辛表示 他还没有收到土团党要撤销他的党籍的通知 已经公开宣布导戈支持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阿布胡辛 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 他还在等待土团党的通知 在这之前他不会对会否腾空国会议席的问题发表声明 与此同时土团党宣传主任拿督拉扎里 也要求各方保持耐心 并指党会给机会庆明倒戈的国州议员 重新表明立场 如果他们还是支持敌对阵营 那就会立即撤销他们的党员资格 看来自焙与讯神的特殊 解雇人也送了一点点 在这下转称之后